去年參與公基金局 退休規劃服務的 即將年滿55歲會員 共有3300名 同比增加了一成 而服務現在已經擴大到了 即將佈入 可以領取入息年齡的會員 來看記者 吳立新的報導 保險公司經理李永強 去年5月在年滿55歲時 受公基金局邀請 參加一個半小時的 一對一退休規劃服務 對我是蠻重要的 因為到了55歲 你可以動用你的公基金 就要詳細一下 你需要保留多少 公基金的儲蓄在裡面 如果你想要買房子的話 你要想一想 可能會影響到你 以後的退休生活 公基金局授尋時說 去年受惠的3300名會員中 97%表示 會介紹這項服務給其他人 為鼓勵忙碌的會員參加 當局去年4月 推出網上退休規劃服務 至今有7200多人使用 公基金局表示 可領取入席的年齡65歲 為另一重大里程碑 因此今年1月起 即將步入可領取入席年齡的會員 也能參與退休規劃諮詢服務 通常55歲的會員 他們會問能取出多少存款 當他們真正到達了65歲的時候 他們來就會問比較詳細的問題 退休每個月可以拿多少 入席是多少 可以拿多久呢 服務擴大兩個月來 已有超過140人受惠 年滿65歲到70歲的會員 可上網或到公基金服務中心 申請啟動發放入席 並且請進入席 並且請進入席 並且請進入席